有追悉的報告顯示 千禧一代如果打算在安省賣屋 需要至少20年的努力儲蓄 才能支付兩成的首期 尋品機的報道 由慈善機構Generation Squeeze發布 名為跨越紅溝2022的報告 對比了由1976年至2021年 屋價和工資之間的差距 得出的結論是 如果千禧一代要拿出屋價的兩成作為首期 就需要至少儲蓄超過20年 以安省為例 去年的平均屋價大約90萬 兩成的首期就是18萬 而25至34歲的年齡層的平均工資是5萬元 就算每年儲蓄1萬元 也需要18年才能儲夠錢 一般情況下就需要22年 報告認為安省的屋價 需要由目前下降53萬 也就是市場價值的大約六成 才能令千禧一代實現買屋夢想 或將千禧一代的工資提高到13萬7千元 也就是比目前增加8萬5千元 來完成上車的夢想